你见过八位奥特曼同时开启闪耀模式吗 这绝对是神秘四奥之下最震撼的一次战斗 奥特使勇士联手抗敌 面对如此强悍的对手 爱塔尔加率先召唤五帝王迎战 见第一只怪兽现身 平成三杰当仁不让接下了这场战斗 而其他的奥特战士则赶往下一处战场时空城 时空城的第一层 他们遇到了第二只手关怪兽黑暗梅菲斯特 面对老对手 耐克瑟斯拦下其他想要出击的队员 主动地发起了战斗 而其他人则来到了第二层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宇宙生物斯兰星人 这一次请求出战的是被誉为最快最强的麦克斯 而就在奥特战士向下一处进发时 一只黑色巨手忽然发动了偷袭 飞行中的孟比优斯被击落在地 黑手的主人也在此刻现身 来人正是宇宙皇帝安培拉星人 就在孟比优斯与安培拉战斗时 其余的奥特战士已经来到了时空城的第四层 在这里 赛罗遇到了自己的惊艳宝宝贝利亚 面对自己的升级道具 赛罗果断地选择吃毒食 看着面前秀色可餐的贝利亚 赛罗直接发动了攻击 在一番缠斗后 赛罗一脚击退了贝利亚 而贝利亚也马上云一反击 瞅准机会将赛罗击飞 对于惊艳宝宝的反击 赛罗明显有些生气 先是发动光线命中贝利亚 随后更是一击奥特飞脚将贝利亚踢飞 此时的时空城顶部 高斯与银河维克特利刚刚落地 迎接他们的就是一顿猛烈的轰炸 最终的守官爆发艾塔尔加现身了 只见他先是蛊惑亚雅与他一起对抗奥特战士 随后更是迎着两奥发动了冲锋 在两奥的合击之下 艾塔尔加轻松应对完全不落下风 而借着他们攻击的间隙 一旁伺机而动的亚雷纳发动了进攻 这一击成功地击中了毫无防备的高斯与银河 为了扭转战局 而李堂光借此机会使用奥特念力进入了亚雷纳的精神世界 在李堂光真诚地劝说下 亚雷纳成功地回忆起了之前美好的回忆 摆脱了艾塔尔加的精神控制 察觉情况不妙 外界的艾塔尔加直接释放了攻击 为了保护银河 高斯用身体接下了艾塔尔加的攻击 恢复行动的银河维克特利再次攻向了怪兽 高斯则带着恢复神志的亚雷纳撤离了时空城 与此同时各处战场的战斗也接近了尾声 平城三节开启形态转换 对着五帝王一顿暴力输出后 同时释放技能成功地击杀了五帝王 时空城的第一层 耐克瑟斯在空中转换红色青棉形态 一脚踢飞梅菲斯特 随后直接释放终结光线 终结了梅菲斯特的生命 时空城第二层 耐克斯召唤银河光剑 一击劈开了斯兰的星人 第三层 梅菲斯开启火焰勇者形态 浑身覆盖火焰的梅菲斯冲向安培拉星人 死死地将它暴走 释放奥特炸弹带走了宇宙皇帝 第四层 塞罗先是开启日冕模式将贝利亚击向空中 随后又开启月神奇迹模式 使用头标将贝利亚击落在地 最终时刻 塞罗开启至强光辉模式 使用艾梅利姆光线击穿了时空城 将贝利亚打到了第一层 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中 贝利亚被再次终结 时空城顶部 银河借用孟比优斯的力量释放光线将艾塔尔加击落 随后借用塞罗的力量进行二次伤害 惊慌失措的艾塔尔加察觉不敌飞身想要逃跑 可他终究没有逃